那江老師其實非常推崇巴菲特 然後大家還叫你叫江菲特 那你為什麼會特別喜歡 他的這個哲學跟道理 你希望大家可以學到什麼 好 那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我用到的原理就是巴菲特 他的滾雪球的原理 他說啊 人生是一顆小雪球 然後呢 重要的是喔 你要找到一個濕的雪 和一個非常長的山坡 那你想想看一顆小雪球 在上面慢慢一直滾一直滾 它就會越滾越大 所以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說 我自己有一筆資金可以去投資 不一定大家都能夠有這麼多的資金啊 那所以其實應該改變觀念 如果說你一個月拿6000塊出來 那你就可以小額開始 定期定額的去做投資的動作 如果現在是年輕朋友 你也許叫你拿個6萬塊 你不可能嘛 但是每個月假如可以固定 有6000塊錢的話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有開心養兒場 就可以用滾雪球的方式 讓你的錢慢慢慢慢的滾起來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然後這邊最重要的 有一個要點就是很多人 他其實都會存股買股票 但是你今年 例如說發了幾萬塊的股利有沒有 很開心買個包包 買個手機 或者出國玩就沒有了 那你沒有再把它再去買股票 或零股的話 你就失去了負利的效果 所以在這邊 我們就是一個月定期定額6000塊錢 對 然後你一年 我這邊就是用0056 然後過去在2019年10月份之前的 月均線是24.45 然後他的過去10年 他的配發的平均股利是1.38 那因為很多的書太難了 其實大家都會把他直接把他丟掉 不想看 那所以我覺得這邊就把他用額跟蛋的概念 其實你一張股票就很像是 你去書局買了一張1000片的拼圖 那你就是一片一片一片 你只要把這1000片拼起來 他就是一張拼圖了 那他就是股票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 這樣子把它換算倍數的概念 就是一張股票24000 然後呢 每個每一張股票可以發1200塊錢 那我定期定額6000 一年7萬2 那我就可以買到三張 那這三張第一年 他就會配發 一千二乘以三等於3600 你就可以買到150股 那這150股 就是大家平常不願意 就是再去做負利 再投入的動作 那我呢 我領到了以後 我不能花掉喔 我要再去養晦下金蛋的 買零股蛋 然後呢 他明年 他也會再配180塊錢的鼓勵給我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年復一日 年復一年 這樣子去做 四十年後你知道 一年兩年四十年後 對 這可以得到多少 好 我們會有362張股票 就是你的開心兒廠裡面 有急著要銷售你 給你這個孝親費的360個兒子 然後你每年可以領到43萬塊錢的鼓勵喔 所以如果我是20歲 剛剛出社會 出頭40年後60歲 小孩大小已經背出去了 那這時候你就有這個兒子 開心兒廠 讓你每個月可以有這麼多錢可以來運用 這個是江老師他自己想的一個方法 而且希望可以透過這樣方式 你養多一點的兒 而不是只有靠你們家的兒子 窮化的朋友兒子啊 我只有靠女兒啊 我都說女兒是我的搖錢術啊 最好是啦 好 那剛剛有講到巴菲特 那憲哥是不是要跟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投資是有些基本的原則的 對 那巴菲特除了雪球效應以外 第二個就他講的富利 就是剛剛江老師講的他說富利的威力 比原子彈更厲害 哇 那另外呢 巴菲特 因為如果說你在四十二年前 你用一萬塊去買他的公司 波克夏的話 經過四十二年變四千兩百八十萬 也就是說一萬 他變成四千兩百八十倍 那一定覺得說 巴菲特你很厲害啊 你一定是每一年都賺了翻倍 沒有 他過去四十年平均的獲利率 只有十八點九 連二十趴都不到 但是因為富利就剛剛講的 就是第一個你先找到濕的雪 第二個找到長的坡 然後一滾一滾一滾 然後小雪球變大雪球 謝謝